爱奇艺台湾站董事长范利达,中评社郑亦菲社,中评社台北5月24日电,记者郑亦菲新卫市政府23日举办影视交流会,爱奇艺台湾站董事长范利达在会中表示, 大陆影视产业的优势是制作费用庞大,市场庞大,但缺点则是还未正式大规模行销海外,及制作费用浮烂,台湾影视人才是有能力去竞争的,会后受访时,范利达补充说,大陆影视产业行销海外,已开始有初步的布局,台湾影视人才大约还剩一到两年的时间去争取竞争机会,必须加紧努力。 新北市政府23日举办新北影视交流会,美国在台协会组长张德庄,美国在台协会商务官周汉林,美国纽约电影学院执行副总报叫台湾三景不动产副总经理,永景更人等国际人物都与会座谈。 其中,范利达则已面对大陆市场,台湾可以做什么,为题,分享两岸影视产业的优缺点。 范利达表示,大陆的IP产业链,将指挥财产权的变现能量发挥到极致。 一部电视剧除了播出的营收外,还可以变成游戏、小说、电影、原生贷等周边商品。 IP产业链的经营应该是台湾应是人才好好学习的课题。 以录据花千古为例,原本只是网络小说,其经纪人已不到一万人民币购买到全版权。 而光是手游花千古登台20天,便创造了3000万元台币的营收。 范利达说,大陆市场庞大也是优势,以录据储转为例,总点击率超过480亿次,每集一次点击。 大陆成为影视产业庞大的市场,也成为影视业重要的工厂。 但台湾影视产业并非没有机会。 范利达指出,面对大陆市场制作会高,市场庞大的优势。 也还是有两大缺点,其一是还未正式大规模出海,以战狼二为例,他的票房仍留在大陆56.8亿人民币。 大陆影视产业只需靠内需市场就赚得饱饱的了,还未想到出海行销,其二就是制作预算严重偏高。 因此,大陆影视业投资方,非常喜欢用台湾制作团队。 毕竟台湾影视环境资金少,因此制作单位能练就一身控制预算的功夫,且预算紧也能拍出相对品质较好的节目。 法利达会后受访是补充说,大陆影视业目前对内需市场的投资报酬率非常满意,因此仍认为经营内需影片就足够了。 但其实任何影视作品,都会希望能提高能见度,所以出海行销是迟早的事情,且已经开始在布局,届时不管是对美国的好莱坞,或印度的宝莱坞都会产生致命冲击。 台湾影视人才大约还剩一到两年的时间,去争取大陆市场的机会。 新北市政府23日举办新北影视交流会,中评设正义非。